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老師從事命理已經超過了二十幾年 那現在就是說 老師為什麼要拍這些視頻 因為我是覺得 命理 他不是一般人所謂的 迷信 我覺得他某方面來講 蠻有科學理論的根據 所以我拍這些視頻是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專業的臨時在 風水還有梅花藝術 還有八字傘 那我在視頻上我有開了四個 四種的袋子 第一種袋子專門在講八字 我用深入淺出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 八字是很活潑的 第二個是類似這種梅花藝章 也是跟你分析一個事情的 現在過程 跟他的最終結果 另外就是一個風水 還有最好笑的是一塊 那叫做風水命理的雜坦 或是雜說 那就是夾雜很多古今中外 有效啦 好笑啦 有趣的這種典故 集合在一起 因為我為什麼要拍這個 這個袋子 因為現在 大家都有一種觀念就是 第一個 他認為萬般皆是命 不可改 不可能讓你改 不可能讓你改 另外一種就是 命力是操作在我 這兩種人都對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客觀 我拍這些袋子就是 允經據點 從現實的事情上 透過現代的分析理論 加上我們東方 我們華人液晶的精華 來加以演繹 讓你看出來 命理它絕對不是迷信 它是一種科學 命理它是綜合心理學 哲學 還有物理學的一種科學 那通過這種袋子 你可以慢慢去看 老師從來沒有講 命你應該信 還是命你不該信 看完老師的袋子 你就會知道 什麼你該信 什麼你不該信 有所為 有所不為 有所信 有所不信 這就是老師拍袋子的一個核心價值 而且老師這個中文袋子拍完以後 我會拍英文跟拍日文 我現在已經在拍英文袋子了 我大概一個月以後 大概 2019年3月份以後 我會開始拍日文的袋子 因為我覺得 易經 是我們華人文化的精髓 值得向世界去推廣 所以我打算用英文 日文跟中文 來推 目前我只推中文跟英文 日文我大概3分就會推了 如果各位 對我的這種視頻 也覺得 你可以得到一點小小的知識 小小的樂趣的話 歡迎訂閱一下 加個訂閱好不好 這是老師這個拍這個袋子的 這個最大的一個期望 好 今天就到這裡好不好 拜拜